目前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女团体的比赛继续进行中 在日前结束的一场焦点战中 日本队在张本志和的带领下 暴冷不敌瑞典队遭到对方的逆转绝杀 非常遗憾止步办决赛 接下来的话瑞典队将率先挺进决赛 等待着国平男团和法国队之间的胜者 另外一方面 中国女团在最近是打败了中国台北队 接下来将会对战韩国队同样去争夺决赛的门票 随着这两场比赛即将到来 和各位球迷来详细分享一下 国平男女队做了哪一些具体的准备 以及我们有多大的把握拿到好成绩 首先按照比赛时间的安排 国平男团将在今天下午16点对战法国队 而国平女团将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对战韩国队 CCTV5将会直播 对于陈梦以及马龙这两位国平的大哥以及大姐来说 这一次国平的目标是非常明确 首先要确保打败对手拿到胜利 另外一方面争取打出一个3比0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极有可能可以实现最终拿到四连胜 以4个3比0实现金牌的背面 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从目前来看 能够打进半决赛 甚至是后面决赛的对手 实力都并不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平男团 对阵法国队的这一场比赛 法国队这一届比赛 其实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他们作为东道主 拥有主场优势 天时地利人和 这是我们国平男团客场征战时需要去面对克服的一些困难和压力 尤其在此前的比赛中 大家应该见识到了法国魔鬼主场的那种氛围 现场的球迷呼喊声真的非常大 会给我们国平这些主力球员造成很大的困扰 尤其对于年轻球员王储钦来说 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压力 尤其在对手挑衅或者球迷挑衅的时候 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冷静的情绪 拿下比赛证明自己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在赛前 其实马龙就已经在采访中特别提醒王储钦 接下来打后面的比赛 记得不要再像打韩国队那样 上头容易冲动 除此之外 女团这场比赛估计会更加艰难 男团方面 国平男队的实力在整个拼团的优势还是比较大 但女团不一样 女团国平女团和韩国队以及日本队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在今年釜山式拼团比赛 中国平女团就差一点遭到日本的逆转输掉比赛 韩国女团虽然在单打方面比不上我们 但是 她们在双打方面的优势很大 而一旦我们在第一场双打的比赛中 暴冷输给对手 就会很打击我们的士气 后续恐怕就会给我们另外两盘单 打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对于陈梦以及王曼玉来说 这一场比赛 首先要争取在双打比赛中 打败对手取得开门红 接下来 才能够顺势横扫韩国队挺进决赛